什麼樣讓演員成為民導 紐承澤 九歲就開始演戲的他 宏極一時卻嘗過低潮滋味 異界人生的無常歷練 讓他的電影無比的貼近人心 什麼樣的力量讓小魔登上影帝 軟津天 當年沉迷於網路而休學的他 誤打誤撞進入演藝圈 經過幾年浮沉 終於坐穩男主角寶座 是對於戲劇的熱愛 讓他們克服一切困難 撐過重重考驗後 得以占取最後成功的果實 科技越來越發達 人的見面機會越來越多 可是現在我們反而 常常會在講一件事情 人生最難的就是愛 那什麼是愛呢 今天有一群人要來談愛 愛常常是電影裡頭 最重要的一句話 但今天我們要請誰來談愛呢 愛就是 愛 這個 我只會做 我不會講 我會跟你講 這問題好難 愛是建立在性衝動上 咬牠 亂咬 所以會咬到瑜伽 那 可能很喜歡我的肉體 所以我只要肉壓看 錄哥 妳可以不要嗎 像我不要演 這就是愛 非常想像 妳可以 懂得愛也很會做愛 但妳不能不懂愛妳就能做愛 愛不是做愛 什麼叫愛 信是信 愛是愛啊 不然怎麼有這麼多的泡湯 我嗎 愛啊 一輩子我還是不懂妳 我想很多人一輩子都在追求愛 有的人愛好像很容易就得到 但有的人一輩子也追不到 今天我們就來歡迎 愛的導演還有男主角 友誠的我們今天 剛剛一個片頭 就把這個電影 我選擇的這段不錯嘛 介紹你們出來 我最喜歡那句話 我這一輩子都還沒搞懂 我就拍愛了 就是要透過這趟旅程 看看這個中年男子 能不能真的理解愛 但是這部電影呢 是在2012年的情人節 是 你送給我們的大禮 有愛沒愛的人 都要進戲院來愛一回 真的 對 有情侶的看了會有感受 那一定是很好應景電影 單身的人也會透過這部電影 知道自己並不寂寞 來 請坐 謝謝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非常了不起 我覺得這部電影應該是 紐承澤這個演繹生命 這個跟戲劇非常有關 他九歲就當童星 對他來講 演繹這個階段性的工作 從童星到十七八歲的青春期 到想要從事導演 但是這條路走得很辛苦 但是他講說 我到自己借錢拍了 情非得已的生存之道 對 那是我演繹工作的前半身 那他的後半身呢 是從 漫畫開始 所以他的 漫畫開始的 他的演繹生命的後半節 那這個愛呢 是不是達到了一個高潮 說愛不是都要有高潮嗎 算是一個小小的高潮我覺得 算是一個小小的高潮 算是一個小小的高潮 因為有一些 因為我第一次可以找到足夠的錢 來拍一部電影 然後第一次 可以跨越城市 因為這個戲講 台北跟北京兩個城市 然後所以也跟對岸的一些 日漸發展 蓬勃發展的電影工業 之中的一些優秀的人才有了交流 面對著一個更大的可能性 然後第一次有機會 找到的所有的演員 都是我非常欣賞 然後彼此想要合作的 你太過癮了吧 你看 阮金天 趙又婷 我們就講男的 這個彭瑜 這三個 都是當紅大子雞 而且我講的就是說 他們並不是都是偶像 他們都是被證明的 有入圍金馬獎 得金馬獎 得金鐘獎 最佳男主角 這個厲害 再說到女生 這也厲害了 舒淇 趙薇 郭彩傑 陳怡函 陳怡函 你為什麼又演了 小燕儀姐 我從來沒有說我不演 以而傳而之下 說我曾經說我再也不演了 其實我真正唯一一次 關於我後面要不要演 唯一一次公開的宣布 就是在MANGA之後 因為被我的師父批評了一下嘛 說我演得最爛 猴島 所以我回去 所以我回去 我回去深自反省 有一天我還記得在慶功宴上 我說猴島說的都對 所以我決定了 我思考的結果 決定從今天開始 我的每一部電影 我都會演 因為我不想回避我自己喜歡演戲 這件事 我們就是演員出身的導演 我對表演就是有如此的熱愛 總是在人家的眼光 或者社會的期許之下 你好好當導演啊 你為什麼要自己演呢 沒有啊 那個CM潘啊 克林伊威斯特啊 伊斯威斯特 對 他們都是演員當導演 然後再自己演啊 對不對 就是不能被師父講 你演得最爛啊 在師父是愛之深則之切 是 而且我確實是MANGA裡面 演得最爛的 這次在愛當中 我仍然是演得最爛的演員 因為他們都太好了 你幹嘛一個導演拍一個戲 都讓顯示自己最爛呢 那你演孟哥跟演這個戲 你覺得導演給你的角色 你OK嗎 導演給的角色其實都 完全不同 都完全 其實完全不同還是 還是小事 他每次給的功課都沒有 都沒有太輕鬆 然後 就還蠻 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對啊 跟舒淇打BAR很辛苦嗎 不只我 也有你啊 我沒有BAR他 我只有一場床戲而已 為什麼要當導演啊 對啊 你們懂嗎 你知道 是不是 其實開起來 妳也知道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你這樣講舒淇說 我還沒說痛苦呢 對不對 她應該是滿開心的 欸 她應該是滿開心的啦